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们在自由中国的自由访谈栏目当中 采访在纽约地区的一位多年从事金融工作的先生 他姓丁 丁先生 他曾经在大陆体制内的银行工作了20年 那么游走于中国大地 了解过很多金融工作的情况 做调查 做采访 有很多的一手石料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那么来到美国以后呢 多年从事保险和其他金融工作 所以呢 他对美国和中国两地啊 太平洋两岸这个国家的金融工作呢 是非常熟悉 那么我们今天请他呢 上线与大家一起交流 一起这个对谈 就是郭文贵先生爆料以来 他也是一个非常热心的挺国人士 我们也是在这个网上认识 有很多这个私下的交流 那么今天郭文贵先生呢 又再次的爆料 其中提到在美国的中投公司 和美国的黑石公司的 黑金交易的问题 以及过去啊 海航新村国有资产20万亿 这些问题 还有这个北大方正 李友 新村国有资产 也达到上万亿的问题 那么丁先生呢 因为跟金融很熟悉 很多网友呢 当看到这个郭文贵先生 爆料的很多证据的时候啊 他们并不清楚 也不明白 郭文贵先生手里的料 到底是真的假的啊 有的甚至看到这个郭文贵先生 那个拿的这个银行的票据 和银行对账的这些清单 也难以判断啊 因为自己的常识不够 知识不够 难以判断这个这些东西 是真的假的 但是呢 丁先生呢 在从事多年的这个金融工作 在国内啊 了解到很多的情况 那他有他自己的感受 好 我们现在有请丁先生 给大家从今天 郭文贵先生的爆料 以及以往的爆料 开始说起 有请郭文贵先生 大家好 各位网友好 很高兴和大家见面 能够参与这次 这个节目 也是在百忙之中吧 也是赵燕先生的邀请 当然以我自己内心呢 也想和大家见见面 因为到了2018年了嘛 这个郭文贵先生爆料 从2017年开始到现在 几乎没有停下来 一直在继续 我说2017年郭文贵的爆料 是这个2017年 最热烈的 也是最吸引人眼球的 一次这个春节联欢会 一直还没有落幕 那么我相信2018年呢 也即将是一个 更有内容 更精彩的春节联欢晚会 那么关于这次 郭文贵爆料 1月15号的爆料 关于海航集团 关于海航集团 前一段时间的一些动作 还有一些 关于郭文贵先生 很多自身的一些问题 就像有人说 他在大连的员工 因为这个假盖工章 贷款 又动用外汇等等 这些这个指控 其实在2017年 我曾经呢 做过视频 专门给大家讲 讲这些方面的事情 那么今天呢 我就不想再详细讲解了 我就是事宜 我在国内 从事金融工作 二十多年 然后呢 又在中国 游历大江南北 到几乎 从南到北 很多地方 接触过中国 高层的 低层的 从事各行各业的人们 和他们交流 和他们交朋友 把中国的经济 还有一些 就是发展的 这些动向 趋势 还有很多东西 可以这样说 是比较了解的 那么后来又来美国 来美国以后呢 又深入到美国 也是各行各业 甚至在美国 纽约人寿 从事工作 金融工作 还有一些 其他的金融公司里 也了解 很多这些金融公司 运作方式 所以说呢 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 这个 根据和自己的感受 和大家分享 我不是专家 在这再次生命 我不是专家 我只是有一定的工作 经历 我相信经历的东西呢 很多时候是最真实的 好 那 丁先生 您看在 郭文贵先生 今天的爆料当中 他提到 黑石 和中投 还有中金公司 这些 以往过去 我们熟知的名字 尤其是黑石公司 在美国的金融风暴当中 跟中国的中投和中金 有过这样和那样的交易 让中国的两家公司 在美国 刚刚跟黑石公司合作的时候 就吃了一把大亏 吃了一把大亏 一个是 美国的那个 两美房地产公司 在这个金融风暴当中 数千亿的这个 财产 就随着金融风暴 就卷走 那我们都知道 这个在 2014年的这个 股灾当中 中国大陆的这个 股灾当中 2015年 我说错了 股灾当中 中金公司 中投公司 和中信公司 这几个 很大的这个 国有 国字头的这个 金融公司 都参与其中 包括这个 国开行的陈元 还有这个 刘云山的这个 儿子 刘乐飞 以及这个 大陆去年 在2016年 开年以后 先抓了这个 肖建华 后又抓了这个 吴小辉 以及前年抓了这个 车锋 他们在这些金融的这个 股灾当中啊 都有其自己的这些 利益啊 让股民呢 这个不断的炒 说股市可以达到一万点 最后把大家都 迁进到这个股市当中 那么在迁进的股市 过程当中呢 自己呢 获取了 巨大利益 一下让这个上海的股市和深圳的股市 蒸发掉这个 很多很多的钱 前后计算大约有25万亿之多 那么我们现在回头来说 中石工 黑石公司 和这个中金和中投 他们之间啊 因为那个老板啊 就是现在这个前几天 林一夫 来的时候 所到的那个研究所 那个所长 创办人 那他们之间的这些 根据你的经验 你觉得 他们些 在以往交往的过程当中 你比方说 一个 借着这个金融风暴 去 去这个 搞自己的钱 那么金融风暴以后 再洗钱 这样的经历 在您的工作当中 是否有看过很多呢 好 因为你提这个问题啊 是一个 很有一定的历史背景 因为我们都知道 每一个时代 每一个事件的发生 都和当时的社会环境 和当时的国家的主题要求 是密不可分的 都是紧密相连的 我们都知道 然后中国改革开放之初 是根本就没有钱的 而且呢 中国政府也知道 任何的改革发展 都需要资金 我在银行工作的时候 我曾经经历过 就是各个单位 都设立了招商引资 办公室 目的就是 希望把更多的 不管是台湾的 香港的 还是美国的 只要是有关系 不管这个资金 是什么样的资金 都移动中国来 因为中国以后干什么呢 就是发展经济 当时邓小平提出 两个基本点 其中一个就是 发展经济为基本点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的外资企业 投资公司 还有很多很多 希望在中国 这个肥沃的处理地上 建造自己的经济王国的人 他们分支塌来 接踵而来 所以说呢 这在这种前提下呢 中国经济也发展了 但是这里面 埋藏了很多很多的隐患 这个隐患 经过这个三十多年的 中国的这个发展 隐患已经 让很多人都明白过来了 也很多人都看清了 最主要就是什么呢 第一 就是因为 所有的资金 因着正气不分 因着正气不明 造成了 包括现在海航 现在没有一个人敢说 海航到底是国家的 还是私人的 现在我们可以肯定地说 它实际上就是 私人的企业 虽然是名字 是海航 就算是国家的 但实际上 它已经成私人企业 那么像这种 类似的企业 到底有多少 我相信 我们的观众 还有朋友们 自己去看 这是一个打的背景 第二呢 因着中国的这种 政治 经济的需要 因为中国共产党 它为了让中国老百姓 能够经历了文化大命之后 赶紧吃饱饭 有房住 生活能改善 能够挽救 中共执政地位的稳定 它不得不采取 经济 还有政治的 各些方面的一些努力 包括 提出改革开放 但是它这种改革开放 是有限的 也因着这个改革开放 有限度的开放 导致了八九六四血运 民主是不允许的 只能是 在有限的情况下 改革开放 那么 也因为这个原因 也造成了今天 中国的经济发展 遇到了一个最大的瓶颈 就是民主法治的 政治体的改革的瓶颈 也就是为什么 一些已经获得财富的人 他们现在感觉到财富不稳定 因为不知道 这属于自己的财富 还是国家财富 实际上这里面 有很多很多 是无法用语言和 这个细节 还有过程说的 但是可以肯定的说 有很多人像 郭文贵先生一样 是经过自己勤劳的双手 努力 借助当然政策的东风 春风一步一步 努力 做出来的 当然也有一些政府 全力的支持 这也是难免的 每一个企业家 他走过这些一路 都是经历过 很多很多坎坷 很多很多难处 也经历过 一些政府的支持 这都是有的 所以说另外还有一点 就是随着中国经济的 发展 一些外国投资企业 像黑石集团 他们也看中了这些商机 他们绝对不会放弃这商机的 他们因为经过了上百年几十年的经营 他们对整个这个市场化 经营 他们是了路之掌 所以说他们不会放弃任何机会 所以他们在中国 开展了各方面的工作 包括投资 这个各个领域 如果喜欢看电影的朋友 你们会知道 有一部电影 就是讲这个武则天 建了一个雕像 然后呢 这个雕像建成以后呢 最后倒塌了 这里面就有一个政治斗争 但是这个电影里面 有一个黑石 有这个黑石这个名词出现 而且有一个 在后面这个电影的结尾部分说 投资策划名词是黑石集团 大家应该会注意到这个名字 那是很早之前的事情 所以说 像这个黑石集团 进入中国进行 这个投资 包括中国的中投 中信 中金 他们为什么能产生出来 也是因为 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过程中 出现的问题才产生的 我现在比方 打个例子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大家都知道 在这个中国呀 八几年的时候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 刚改了开放 有很多像工商 工商银行 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 给这些人投资 因为那时候人呢 一个是人的思想不开放 另外呢 对国家的这个政策 也不明确 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做生意 以前的计划经济 现在依然改成市场经济 根本就不知道市场经济为何物 很多人呢 就不知道去怎么样去做生意 我曾经经历过就是 银行行长拿着贷款 带给这些 这些 这个商人们 让他们去 发展经济 但是这些商人很多人 不敢接触这个贷款 因为这个事情 那个行长把这个信贷客上骂一顿 骂一顿 为什么呢 他说你们 又不知道你收贷款 你们竟然发不出去的贷款 那么有些时候 就是这种政策性的指令 让这些贷款呢 出现了很多很多 就是贷出去收复过来 因为很多人不敢贷嘛 那怎么办 就带给那些人 为了玩任务 玩指标 因为你要是把这个贷款 带进去了 那么明年的贷款额度 将会以今年年底的贷款额度 总数为基数 来给你合法贷款 因为中国的经济呢 银行业呢 当时也是计划 计划形式下的这个银行 还不全是像 这个商业化 或者是市场化的一种 这种运作方式 所以造成大量的资金贷款的这种 呆账 呆质 坏账 所以说后来呢 国家有专门成立了一个公司 就是叫这个汇金公司 还有中 还有一个叫什么长城公司 就是对正在不同农业银行 或者工厂银行的公司 贷款进行一次回购 就把他们的贷款收回 收回以后呢 打包 然后呢 看谁需要再卖出去 这样的公司成立之后呢 就给很多很多的一些 有正常关系的 有人脉关系的人呢 提供了一次 发展经济的资源的一种分配 这里包括一些企业 实际上呢 还很好 只说呢 暂时出现贷款 这个还不了 那么为了让他赶快 就是七次回升 同时让银行贷款的质量提高 就大包了 很低的价格 卖给卖给谁了 卖给自己的朋友 或者有关系的人 这样就把这个 这个资金呢 给搞活了 银行也乐意 购买人也乐意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一些公司应运而生 应运而生 那当然后来 随着后来 房地产行业的这个火热 很多把一些旧企业 买进来的一些 这个个人呢 应该有大量的房地产 因为买了一些厂房嘛 破旧的厂房 他们因此呢 改建房地产 走入房地产 于是呢 这个 他们获得了大量的收入 所以说呢 我刚才讲这句话 就说 中国的所有的经济问题 都是一和中国政治 经济 这个当时的这个 社会背景 是紧密不可分的 包括现在的 有人说 这中国的房地产行业 这个泡沫 应该是已经崩盘了 但是为什么不会崩 我曾经专门说 说过这一点问题 就是中国的 这个房地产行业 永远是崩而不扣 你要按照市场经济的 规律来说 早都是应该是崩盘了 但是为什么不崩 这也是和中国的政治 是紧密缘系的 因为中国的房地产行业 是和银行业 和这个 生产 钢铁 水泥的一些企业 是完全是相联系的 联系非常紧密 一旦这些房地产行业 就崩盘 那么 中国的银行 也随着崩盘 中国的钢铁 这个水泥 等等相关产业 也跟着崩盘 那么中国经济 将将完全走入一个 大的崩溃 那么中国 这个整个经济的 这个掌管者 引领者 也是中共执政者 他不可能让这种情况出现 那怎么办 他只能靠 这个刺激 这个泡沫经济 继续往前 继续往前 至于说这个往前 能走多久 我们现在谁也不敢说 也不好说 因为这个经济 是在中共 完全的掌控的情况下 产生的经济 所以说现在呢 也出现了海航集团 这样逐步逐步 把个人的资金 实际上明是国家的资金 实际上已经转入 各家资金 逐步逐步向海外 就是转移 其实转移的目的 其实有两项 第一项 这个完全成为私人资金 是国家无法去找的 也无法去追逃回来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是因为海外的 这个对个人财产的 这种保护 已经是非常非常 有严格的律法 而中国这块是没有的 所以说像郭文贵先生的资产 说冻结就冻结 说怎么没收就没收 但中国是没有这种 保护私人财产 而美国呢 完全是有的 所以说那些熟知西方国家 这个保护个人财产的 这个律法的人呢 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吧 他们认为是自己的 其实是国家的 他们就想一切办法 把一些自己能掌控的财产 转移到海外的 自己的账户名下 然后成为自己的 然后呢 让自己的自自孙孙 享用不尽 所以说大家 在看看这个问题上的时候 也不要完全 就是说 他们是带着用政治 其实这是人的本性 人的本性 我可以让说 可能每个人 如果你有这种权利 很可能 你也会这样做 我就是告诉大家这一点 好 谢谢 好 刚才丁先生呢 是从这个公司不分 这个角度 给大家讲了一下 整个中国大陆 经济层面的一些腐败的现象 提到很多这个大的公司 他们是怎样把国有资产 劳劳性资产 国家资产 是的 以各种手段 变成 变成他们自己的 那么现在呢 我们已经知道 通过郭文贵先生的爆料 海航集团去年 一次性啊 在这个五六月期间 一次性的像这个 自己的家族基金啊 Family Trust 那个丁先生可能发音更准 就转了三百 三百多亿 三百多亿这个美金 现在呢 已经被美国这个政府 联邦这个检察官 给盯上了 要求这个海航集团做出解释 已经多次的让他们做出解释 但是海航集团至今 没有给这个检察官 任何合理的解释 那丁先生根据你在美国生活的经验 和所看到的一些问题 比方说 在这个纽约啊 我刚来的那个时候 有一个这个叫麦道夫 在麦哈顿有一个大楼 离那个郭文贵先生家也不远 就是这个 在这个二大道和三大道之间 有一个大楼 后来呢 他那个也是因为这个 家族基金的事和诈骗的事 弄了这个好多钱 据说各大就是几十亿美金就进去了 那当时我在各大做法院学者 那你根据你的经验 像这样的把老百姓的钱和国家的钱 直接通过海航直接就变成一个家族基金了 那按照美国的法律像这样的钱 你感觉你认为那个中国政府或者是这个有关部门能否把这个钱追回去呢 现在这个问题可以这样说是一个涉及到这个整个这个国家与国家的问题 因为本来这个钱能出来就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 非常不容易因为像一个是这个这笔钱的金额巨大 设计三百亿 第二呢 这个资金出来的这个名头 必须有出钱啊 钱出来是可以出 但是要有一个项目或者说是一个立项 或者是一个 咱们说 就是一个出事有名吧 这笔钱出来做什么等等 所以说 这个钱能出来 就说明能够操作这笔钱的人 或者说是一个集团 或者是一个组织 本身就是表明他们是有相当高的级别 因为这笔钱呢 实际上呢 我们听了郭文贵的爆料以后呢 我们曾经呢 有很多人对这笔钱的就是 当然有罗友文啊 还有很多朋友 我看网上有人说 其实说呢 这笔钱很有可能 可能是中共自己的钱 中共这个组织的钱 他们为了这个组织 就是把中共 因为咱们可以去组织前面来一些呢 我想给大家分析一下 其实我当时还专门做了一个视频 后来因为这个没有发出去 因为那个YouTube不太好 就是说 中共啊 他们本身有一个基金收入 资金收入 就是他们的中共党费收入 我们都知道中国共产党是1921年成立的党 他们每年都有党费 那么我们都知道 目前这个中国共产党党员是八千万 那他们说 那么作为这个中纪委 王岐山掌管中国最高层的这个政治 这个也是政治局常委 那么这笔钱出来到底是海航集团的钱呢 还是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党费的钱呢 还有人这样去讨论 有人说是不是会是党费 就是党费把那个中国的党的资金呢 转移到海外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想象肯定是不是的 这一块肯定是不是的 为什么呢 那么因为当时呢 还有其实是海航集团 当时宣布的是两项 一部分钱呢 是投资到中国的这个慈航基金 中国的慈航基金 一个呢 就投入到这个 这个纽约的这里资金 那么 慈航基金很多人认为 它是一个慈善性的基金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刚才 张一向你刚才说了 是一个family trust 它是一个家族基金 它家族基金 它是完全是 关于这一点这个基金呢 郭文贵呢 已经讲得非常详细 只要是不管是谁 拿这个基金的一个单据 就可以拥有这笔财富 不管是谁 所以说呢 这实际上是中共高层 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 把他自己可以掌管的调动的资金 以一种非常巧妙的方式 或者说是掩耳盗铃的方式 或者瞒天过海的方式 转移到海外 变成连中国政府都无权干涉 无权动用 而且受美国政府保护的一个私人的基金 就是这样一个性质 那这个基金呢 实际上引起了 很多人的讨论 包括什么海航集团 掌控了 很多很多 二十万亿的资金 这里面很多东西 因为呢 涉及到这个中共高层 所以说现在这里面呢 确实实实是 可以这样说 有句中国人说句古话 就是钱能通神 上万亿的时候 已经通天了 这钱已经通天了 肯定不是一般人能做的事情 不是一般人能操作的事情 对 那个龚贵先生在他这个去年的爆料当中 对这个二十万亿怎么来的 为什么在这个短短的三年时间 他长了那么多的倍 那他做一个解释 他的解释就是 王岐山利用手中的权力 包括这个主管金融的这些领导 他有些人的没点名 但是我们也知道 现在管金融的马凯 就是王岐山的铁杆部下 管金融的这个人民银行的这个 一把手周小川 也是这个王岐山的这个多年的朋友 那么像中投公司和这个长城资产 包括这个银建 就是建设银行 建设银行下边的这个一个管资产 那个资产包的公司 不良资产 出于不良资产 这些公司的钱都转移到海航当中去 这肯定跟中共的党费没有任何关系 对吧 是的 那现在他已经完全变成 用您的话讲 就是完全变成私人的钱了 而且在公共爆料以后 他把它转成私人的钱了 那就是叫叫做这个化工为私啊 我们过去都有一个有一个这个成语 叫做这个叫公司和银行 那个就是把私人的钱变成这个国家的钱 私人资本家退出 完了由共产党来管 现在问题是他把全国人民的钱 放在这个银行里 放资产公司里 通过海航变成自己的钱 这个我想跟 跟这个中共 中共这个高层 大家 大家在商量 说做一个政务局常委会议商量 政务局会议商量 说这个钱谁都别给 就给海航 咱们就一举一手 那个中央全会通过了 应该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呢这个我过去还不知道有这样的 这个你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 有这样的这个说法 那我们今天就说 说一起讨论这个问题 我的观点是 他是损工肥了私 把公家钱国有的钱人民的钱 完了这个完全变成了那个王岐山 什么私生子刘成杰啊 郭安军啊孙瑶啊 这些人的这个兜里 如果他是如果 真的是一个党费的话 他不应该放在自己家这些 亲戚朋友这个手里管 那共产党派一个 派一个机构出来 这个说慈航资金 是我们这个中共的党费 那好 山东调一个人 新疆调一个人 上海调一个人 北京调一个人 他组成一个新的班子去管理 那么这些都 这个钱就放在美国的 只管专门要对美国蓝金黄的 还是投美国其他项目的 那是一个那是一个跟个人没有关系 跟亲戚朋友和家族没有关系的一个 他们自己所谓的事业 那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什么 但现在看 整个海航集团的这些 最顶层的股东和这个领导 都是董事 都是这个 以王岐山为核心的 和这个陈锋 陈锋当然就是前面的一个 一个这个墨尔而已 以王岐山为核心的 跟姚依林家族和这个陈云家族 有着密切关系的这么一批人 他们组成的 组成的他们一个个人的这个 用你的话讲的家族基金 用郭先生话讲也这个意思 那他们家族基金 把这个钱装到自己兜里 那现在美国政府要问 您感觉最后的这个法律后果 会是一个什么样 因为你在美国生活多 国内的很多朋友 不知道这个意味着什么 现在是因为中国 中国这个我刚才讲了 中国的很多操作 经济也好 政治也好 都是暗向操作 不会告诉你的 甚至包括中国这个就是政府内部 它的一些文件 包括前一段时间那个被朝鲜问题的文件 其实那份文件是真实的 可以这样说是真实的 包括布局新闻结构都是真实的 为什么我这样说 因为我曾经在银行专门从事 这个办公室工作 有一段时间 对于中央西亚大的文件 它大部分都是说 它只能给你一个大致的方向 或者是一个大致的一个意图 至于说怎么样去操作 怎么样走 那是你底下人具体去做的事情 有些时候就用一句林彪带兵的一句话说 我只要战国 不管牺牲多少人 我只要结果 所以说中国在很多时候 它的一些政策 它都是有些虽然明面上是这样说的 但是等一下做的时候 完全可能和你上面不一样 而且完全就是另外一种方式 刚才你提到过 几家资产公司 处理不良资产公司 我想再补充一点 其实中国还有一个权力特别大的办公室 权力特别大的办公室 就叫中国财政金融领导小组办公室 这个办公室的章能够把上亿资产 上十亿百亿的资产全部核销掉 而且管理这个章的领导人是谁呢 大家都知道是谁 曾经谁帮过这种 就是中国的最高权力关于中国经济 因为就我曾经工作过的一个 一个城市 它一年核销的一个金融行 金融行一家 就核销了将近三亿 三亿元的贷款 就是这贷款全部不用追究了 不用去追了 全部都挂靠到那个什么 就是不良资产公司里面去了 大包了 那么就是让 你想想这是多大 一个小县城的一个这样一个金融公司机构 而且是一家银行 其实当时还有工商银行 还有建设银行 还有很多这样的银行 他们自己还有不良资产 所以说你想想中国有多少个县 多少个市 当时中国为什么这样做 就是因为为了银河加入世界WTO 世贸组织 为了达到这个银行界 提出的那个 就是新贷资产不良率 必须达到一个百分比 那么中国政府为了满足这个要求 就把这个 等于说是 左手的钱换到右手上 让左手干干眼睛 右手拿一堆脏钱 或者赖账 就这样的一种结果 然后把左手给外边人看 你看我们就完成要求了 我们符合要求了 我们的银行业是好银行 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刚才讲了 中国的所有的东西 都是为了一个目的 让我去做 然后至于说 让那个 就是美国人 或者是西方这些国家 WTO这些国家成员国 能够接受中国成为WTO 当然大家也知道 最近川普根本不理那一套 直接从中国访问回来就宣布 中国是非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 把他中国定位了 就是说明 他现在不是市场经济 是非市场经济 所以说川普在这方面 是非常明智的 也非常有胆量 这一点 这是很不错的一个总统 好 这就说多一点了 好 那个时间过得很快 这个半个小时的访谈 已经马上到了 已经过了这个点 那么我们今天的访谈 非常感谢丁先生 从中国工作的经验 和在美国的工作经验 给大家介绍 郭文贵爆料的这些真实性 那从这个大的理论方面 和这个具体的实践操作上 都给大家有一个讲解 那让我们这个观众和网友 感谢丁先生 在这个工作休息之余 这么晚了 还这个给大家一起做节目 让我们表示对他感谢 谢谢您丁先生 谢谢大家 欢迎您这个下次再到 这个自由中国来做节目 自由中国的很多观众 也都知道您 我看您过去的节目 这个点击率自己做的 也都是蛮高的 那好 再次表示感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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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